來 後面大家就不抓到 手機拍不停 大批民眾把現場擠得水泄不通 來的不是什麼韓國歐巴國際巨星 而是她 林瑞陽 在舞台上幹舞 炒熱氣氛 受到眾人如此追捧 最主要她也是這些粉絲的老闆 因為明星效應都會影響 大家對於這個品牌的喜愛度跟信任度 所以多多少少我覺得這個是加分 大陸的網民突破了7億人 當中幾乎95%的人都拿著手機上網 這也讓微商市場行情看竅 我交流的次數你們可能也會嚇一跳 我交流跟我的微商交流的次數 應該超過250萬人次 我單獨拍的照片應該有超過30萬張吧 一對一 一對一的照片 不是團體照 微商靠著網路朋友圈成為主要的銷售渠道 但亂象也不少 尤其透過名人宣傳 糾紛更是容易被放大 我已經免疫了 想黑就黑唄 對 只要我的人知道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就好 先前曾經立微商品牌 遭到網友抨擊 沒效用 廣告不實 但身經百戰 微商口中的林大哥可是沒在怕 生意還越做越大 除了布局大陸也進軍東南亞市場 從房地產到微商老闆林瑞陽真是荷包賺滿賣 這裡謝謝影片於昆山採訪報導 IC 薪縣 那張 矜盤